HELLO 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現在時間是晚上的8點37分,戰場剛結束 很多人都在線上,所以就大家一起來打這個世界王周圓 這隻王的話非常不簡單 是目前最高等級的世界王 那東西的話很好,就是有這個 新的這個必殺書 有這個 殘虹跟命鳥結界 那目前的話還沒有看到 所以如果說有機會出第一本的話 那麼應該就有機會賣超過一萬斤 好的 打王是一件非常輕鬆愉快的過程 吞一下轉運服好了 不知道有沒有吞 好了吞了,咦,檳榔細事也過來啦 檳榔細事也過來,非常棒 高手也過來打 功勳的話給他吞兩倍就好 不需要吞太高的 那接下來的話 將近應該就OK了吧 等一下,我看一下 現在我們這一隊已經滿了 動物王,狗,冰蠶跟做哪個硬 來了,感覺要打很久 好的,視頻頻道看再找一下好了 大王來了,大王也來了 那西施也來了齁 好了,九線周圓幫幫 一定要有人號召啊 不然的話,周圓都亮在那邊 沒有人打 OK 裡面吸到東西不重要 重點是這個過程 打王就很好 吃餅乾 看一下 看一下沒有需要的 有國戰的五魂比較貴 五百指標,這招會不然我賣的叫 神功指標買喔 買下來的話 如果一百斤到兩百斤買到 放進秒場的話可以 放那個交易所可以賣差不多三百斤左右 蠻好賣的 欸,我妹也在這邊齁 神妹來了 好,等 看爸爸那一堆沒有 我們這一...啊對,我們這邊還缺一個 我們二門揮 我們 五 出一 小兵掛三隻了 小兵掛三隻了 周圓的話蠻強的齁 不過的話才 還是有問題的 這隻的話我從...應該是一開始的時候就打了齁 我開的 所以應該有機會吸到東西 去 好了,我們這邊滿足了 呼吸的是隊長 在末華旭一葉書 佑 跟班比哥哥 佑的話不知道是不是 一開始剛開始那個佑耶 不知道耶 很久沒有遇過他了 有可能換很多手了吧 也有可能是一開始那位朋友 這樣子不知道打多久耶 應該... 15分鐘吧 這個人數應該15分鐘就OK了齁 哎呀 這個跨斧能量衣服好像到明天就結束啦 跨斧能量衣服看一下喔 三國商城 對,13個小時就結束了耶 要不要點 我現在綁定的 金剛不知道夠不夠看一下 綁定的金剛337個可能點不出來啊 如果點不出來的話就等於浪費掉了耶 哎呀 有點猶豫啊 人越來越多啦 連魏國的 不是啦 我本來就魏國的齁 連屬國的都過來了 屬國的看一下這是誰啊 看的不是很清楚 滅日狂龍 基本TNT的齁 聖域 聖域的也過來了 應該 他們有些 分身可能在這個 這個魏國這邊齁 所以看到有人在咎就一起過來這邊打 蠻不錯的 蠻不錯的 冰梁西施這人潮感覺 在打超級世界王 對啊 你真的要咎啦 沒有人咎的話 真的終於就是一直活在那邊齁 活到他離開為止 欸他 這個熊媽吉他的這個帳還蠻好看的 一百等的心臟 好啦,就看誰可以搶到尾刀啦 這個成就的話我還沒有解 後代也過來了 我們按一下好了 按一下好了 哈囉 哈囉,好熱鬧啊 真的好熱鬧啊 真的有快過年的感覺啊 我跟朋友說 如果說 你很久沒有玩啊 或者是 或者是你已經退坑了 我就建議可以把它載回來一起玩啊 現在人潮真的有變多 感覺回坑的人真的有變多 很多人都玩了一群之後才發現說 因為群轉M比較好玩喔 比較多樂趣在啊 跟其他朋友的一個互動 是比較豐富的 然後有戰場嘛 然後有國戰 然後之後又有軍團的跨服戰啊 一堆東西可以玩 可以跟別人打 好歹 我今天也洗帆耶 他洗帆 洗帆的話洗很少 打自己很容易趴耶 對,我換一下化身好了 人越來越多就越來越Lag 手機可能要換了 我的 是小米9 小米9的話是2019年的手機啊 2019年出的 那現在已經2021年了 應該是要換了 但是目前還沒有預算啊 家裡開銷蠻大的 人多真的是洗很快耶 應該有機會就是下一個分流 繼續接著打 夢峰啊 夢峰的話是精神武啊 彰化精神武他也過來了哦 紅七公玉傑 哇好多熟悉的老朋友哦 哈哈妹叔好多人啊 這個很難排名類哦 沒關係啊 重點是能夠 對啊 能夠把王推倒比較重要啊 有機會出這個全伺服器第一本 這個新書這個比較重要啊 掛了 又掛了 幫他復活一下 後代也掛了 幫他後代復活一下 後代一直沒人幫他復活 欸 好了 有人幫他復活了 錯了 當作光夜市 當作光夜市 沒關係啊 重點是拼這個尾刀啊 人很多齁 人有多一個好處就是 打得比較快 算得比較快 如果人少的話 真的打很久 一直往的話 也說打到半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去 現在血量21707啊 好沒有吞筋骨素21707 撐血其實很容易啊 就是你的裝備 就盡量給他 穿油加提破了就好了 欸我等一下哦 我沒有問我說我上來做什麼 我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我這時候上來主要是為了撿平衡 撿 進 標 長 便 魚 貨 我最近很喜歡收藏 加12以上的裝備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未來這些加12以上的裝備 應該會放在收集冊裡面 所以說目前就有開放到什麼 譬如說頭盔終極啊 或者是鎧甲終極啊 鞋子終極 那終極的話是要加9 那如果說未來的話應該會出高級 高級的話可能就是要加10以上的 先幫朋友復活一下 不然他們躺太久了 他還沒說這個要一開始打 不然的話就打不進排行了 好的 進到場 雪靈狼 我以為是那個二來盾 二鬼盾的話還好 沒有特別想要 二來盾的話我就想不標了 雪靈狼的話 哎呀有人標了 沖江算了 要不要標 不標好了 不跟他搶 沒人點的話我再點 我再點 目前沒有需要的 原式貨丸 這個可以買 加8的我看一下 兩強喔 一千斤可以買到的話 那應該就很賺了 應該就有機會賺個500斤 這邊 這邊 當商人還是比打保還要快一點 賺錢還是快一些 這邊 好吧 沒有沒有特別的 點掉點掉 哇 終於真的是寫掉好快喔 現場的話應該有 30個人 30個人 那一年夏天 造詳 造詳 造詳也來啦 還有 呃 還有韓諾 現在ID真的很清楚啊 有這個 黑邊的話 ID真的清楚很多 看一下喔 欸好多人都趴啦 反而我趴的很少 幫他們復活一下 我不太會趴 主要原因應該是 現場有很多微星齁 有很多微星的軍師 或者是豪傑 所以血量的話 回得過來 只要不要被 周宇秒殺的話 應該都還OK 齁這時候筋骨術真的很重要 如果可以撐到25000滴血的話 那就很安全 我剛剛我的血最少 好像是差不多 1000滴左右吧 欸剛剛 金城武也趴了 欸 沒看到了沒看到了 好的 好現在都準備好了 就等 撿這個尾刀啦 欸奇怪 為什麼怒氣都沒有放啊 是因為我沒有在打嗎 有有在放 可能是因為 可能怒氣累積太快的關係齁 所以怒氣現在都是滿的 好的 哇 極燒烤 恭喜極燒烤撿到尾刀 好看一下什麼好康的 好這個是第一隻的周宇 第16名獲得破浪 很普通啊 很普通齁 好沒關係等下看 現場 哇人真的很多啊 50個人應該跑不掉 50個人應該跑不掉 第4熊麻吉第4啊 好恭喜熊麻吉 好的 我們看一下其他分流好了 看一下有沒有周宇啊 如果有的話我們繼續打 如果沒有的話那就先這樣子的 這個分流有周宇嗎 沒有欸被打掉了 第5名 我第16啊 第16名 好看一下 沒有欸被打掉了 沒想到剛剛那隻唯一一隻周宇喔 OK 好吧我上來主要目的是為了撿便宜 那我就繼續撿便宜了 各位朋友遊戲愉快 掰掰 欸還有二線啊 天啊 不是吧還有二線喔 那二線也要打 好吧那就去二線打一下好了 好二線也有出 就來二線打 現在趁人很多的時候 一氣合成給他打完 周宇跟甘寧最主要差別是 甘寧 他是94等的王 他最高的武器只有到 95級而已 95級 武器跟裝備 但是周宇的話有到100等 好啦我們要去看了 好看拉王了 去拉王了 二線周宇 酷希爾這 好的 班比哥哥 好看誰打頭陣 紅西宮 好冰浪西斯 冰浪西斯打頭陣啊 他最硬 給他打頭陣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無庸置疑的 檸檬說我打第二人 太誇張了吧 他也太強了 神火小蛙齒說有缺人 剛才講說滿了好滿了 對不起 我們滿了啦 滿了滿了 滿了滿了 還是滿了 滿了 滿了喔 滿了喔 還是 還是 我們真的滿了 好OK我們看一下 剛剛打到那個破爛 好看一下他是什麼數值啊 好像是金色的喔 看一下喔 尾攻81啊 這把是頂的齁 那武將機也是頂的 欸幾乎全頂啊 就只差體魄跟反應差1而已齁 沒有他有爆擊啊 就變成紅色了 不過這把武器的話 等一下 連巨量一能斬斷的寶刀 這把武器應該沒什麼價 因為大部分玩家普遍都會直接選擇最高等級的齁 100等的 不太會選擇這種95級的 嗯 排隊商品 看後面好了 前面的話沒有我需要的 魚龍丸 魚龍丸也給他訂閱一下好了齁 魚龍丸也想買 買來收藏 看一下牆幾 牆3 好 預算2000內都可以給他買下來 嗯 還有嗎 還有好康的嗎 巨斧奇兵 好的 1500斤內給他買下來 好像沒那麼多錢 點尾這珠 好先訂閱再說 西洋板子 這個訂閱人沒有用啊 沒有那麼多錢 加12子母雙鉤 500斤起標啊 這個有點貴啊 買不起買不起 這個也可以訂閱齁 加11如果99斤買到的話也算滿便宜的 可以用降磁錘然後再點 連環錘50斤 50斤 50斤買到的話也是很便宜 這個 這個也可以訂閱一下好料啦 好足這個 這個如果 100到200斤買到也算是很便宜 戰斧 訂閱一下好了 紙巾1000斤起標齁 有點貴有點貴 好的 差不多齁 就等那個原師戶完了 原師戶完就給他標了 我問一下浩呆他第幾名好了 浩呆 浩呆他比較晚啦 不知道有沒有貢獻 神龍小化石說 啊 沒事我繼續掃 你有前幾名嗎 你有前 面 名 是嗎 我每次打那個媽都會多如我啊 我不懂 幕後花絮PK大 PK9大樓 PK9大樓 PK9大樓是什麼意思啊 PK9大樓 可能是廣東話喔 PK9大樓 大樓可能是大佬的意思喔 大樓 有吸到東西嗎 有吸到東西嗎 吸到東西嗎 這次沒有多一個我了 龍龍九開抽啦 龍龍九抽到了劉雅豪豬啊 他抽越多的話 這個市場上的東西就會更便宜喔 因為他都會便宜釋出的 沒 哎呀好可惜啊 後代他當義工了 神劍X1069 神劍X1069代表說打起來不痛 打起來不痛 生物消化池 提收兩隻巨像賣的私報價 謝謝 好各位朋友 如果說你們有巨像 沒有要想要帶的話 你們可以秘這個生物消化池 他需要 他說的價格應該都蠻漂亮的 應該都會收到差不多 4000台幣左右 他好像蠻有錢的 但是不鼓勵現金交易啊 還是建議各位朋友就是 儲值啊 用金元寶來買會好一點 就是用 應該是說 還是鼓勵 鼓勵那個生物消化池齁 儲值 用金元寶來買 對不是鼓勵各位朋友 用金元寶來買 收雲中椅 收神槍令8個50斤 我們每次只要看到這個 等一下 看到有雲系列的齁 就是 暈的啊 弱的啊 或是伍的齁 我就覺得可能是雲弱的分身 他分身真的超多的 齁 據一些小到小時指出啊 他的分身好像超過100隻 欸 小丑莉莉 這小丑齁 這小丑齁 可能過年了齁 這件比較沒有在 跑外送 啊沒有沒有 他被隔離了 這被隔離了 難怪可以玩遊戲 他好像被隔離了齁 被隔離 好的 金隔離了齁 欸 我的怎麼還沒上 原始貨丸怎麼還沒上 還是已經過了 我沒看到而已 看一下喔 排隊商品 還沒有過啊 還沒有過齁 等一下等一下才上 修羅橡兵精神力940斤 這個要注意啊 1000斤的話我會買的齁 我會飆 好 賽道爆 賽道爆 我也覺得賽道爆可能是雲若舞的分身欸 因為他的頭像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現在人數的話大概30個人喔 30個人的話就要打久一點點了齁 打久一點點了 有缺補的馬足喔 欸 極燒烤他沒有隊伍啊 不過也不用擔心啦 因為 現場會很多微星喔 那微星的話其實連附近的人都補得到 所以不用擔心喔 這個原食護玩的話要等下一個喔 等這個金剛降魔處 下架之後才換他 等一下喔 不小心點到了 48%了 難怪出到282斤啦 這個值得啦48%喔 很高真的很高 小丑子豬 小丑說子豬 什麼意思 小丑說子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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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余年武足叔說巨神宮崎一直收啊 班美哥哥說一定的啊 他太軟了 齁其實我也是一樣啊 你看我雙腳兵全部都收了齁 就只剩下巨狼騎跟巨斧騎還活著 其他都收了 欸等一下 不會吧 武足叔要先回城了齁 他去復活小兵了 什麼時候我都用大象撞 不知道可以第幾名 來喔沒組的來 喔